已經放下去了 我們只剩兩天的時間 台電公司我做立法委員八年 王投發教授做立法委員三年 他做立法委員之前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還安排他進去裡面 做台電的董事 結果我聽說 我們聽說工會徹底的全面作戰 謝謝 工會理事長 台電公會理事長姚江林 姚江林可是國民黨的中常委員 跟國民黨的黨體平起平坐 在那邊開中常會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台電 不是一個普通的電力公司 我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記得民國六十一年 全世界的能源危機 美國就腳踏手快成立了能源部 那個時候我不懂 我就問康寧祥 那時候我是立法委員 我說美國是一個地道戶國 能源非常豐富的國家 人家成立了能源部 我們台灣為什麼過了那麼多年 還沒有成立能源部 康寧祥跟我講了一句話 說我們是用台電公司 在扮演能源部的角色 我想想好像也有道理喔 他好像要在哪邊蓋電廠就蓋電廠 我們台灣好像也這樣子相安無事 但是這麼多年下 我才發現我很錯了 台電是一個國營事業單位 他的這些幹部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 他能不能夠高升 要看他台電公司的營運績效 不叹琴 不叹琴 所以到現在 台電已經被保護到 你虧錢 你也一樣有年終獎金4.6個月 已經保護到這個地步 好 我想是不用講這個 前音也不要講太多了 我只講一件事情 我們在全國能源會 兩年前 不止喔 三四年前 那個劉道全當院長的時候 全國能源會 我們就正式提出來 把台電公司不是叫他民營化喔 拆成兩個子公司 這兩個子公司都給你國營啦 拆成兩個就好喔 一個是什麼 台灣蘇配電公司 一個是台灣發電公司 台電董事長陳桂敏 站起來跟我反對 台電公會代表 然後一堆人就站起來反對 繼續國營耶 台電可不是說 每次我們罵他營運績效不好 他的什麼這個什麼不好 管理不好 他就開始說他受冤枉了 他負擔了國家的政策 所以這個虧錢呢 都是為了國家 為了人民而虧錢啊 他不能夠跟一般的民營 發電的公司來相比較嘛 對不對 拆成兩個公司啊 不要讓你收尾盤 不要讓你揹黑鍋嘛 你就輸配電公司 就像我們過去的那個 那個公路總局 他也要蓋馬路 也要蓋這個什麼 也要開車 也要港幣 台氣公司 台氣公司 台氣公司了錢 他都賣 他說我現在又做囉 負球做囉 民間Aroha 童年人也都賣了 對不對 好 拆成兩個公司 對不對 負球做囉 當然是國高要做啊 但是呢 你載客人 你就要自己去跟Aroha 跟童年比嘛 對不對 要比服務啊 我還記得以前 那些民營化 哦 那家具超超臭味 對不對 我也有公會的朋友說 哇 你把你那些公司說 你叫我替你講話 不要民營化 不然你給武台東也比較好 人家 慢慢這樣 兵 這樣關 老闆的人 要穿車 下車 都說 搓 就這樣 漂亮的那個 搓搓搓搓 然後碰到是乾控 行嗎 還有這個問題嗎 民營化沒有了吧 對不對 所以 國光還是你的民化 我說我不要 我還沒有談到民化 台電塞成兩個子公司 兩個帳本 去比較 你發電公司 你就要跟人家民營電廠 為什麼人家民營電廠 一噸的煤 人家發的電就比你多 因為人家用的是超臨界的 燃煤的 機組 比你這個超臨界的燃煤機組 它的發電的效率是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三 我們台電一樣 燃煤 它的發電效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三十七 國電就出在這裡 為什麼 再多不愁 一台電 它虧大的時候 它又大到不能倒 就要全民買單啊 那它會怕你 所以今天 我們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社會上要有人繼續保持 這個要求台電民化的附生 台電才會有壓力要改變 台電大家都反對民化 當然也講出一堆理由 有些理由我也覺得我一定會想去 但問題是你繼續國英化 你就要有國英化的樣子啊 國英化的責任啊 你國英化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虧大的時候全民要給你買單嘛 那你憑什麼要我全民買單 如果你說你已經盡心盡力 你所虧的都是為國為民虧的 那我們當然只好 這個認賠了次啊 問題是敢這樣 你現在虧的東西真假 你這裡面有多少必案 我現在講一個事情 今天自由時報有畫出來 大家也許有時間可以看到 中間不在 反正正在 這一張單子是什麼 這一張圖表 今天去看自由時報就有了 自由時報頭版頭 講和人二場的矛定螺酸 斷了七根 這個是全世界絕無僅有 世界第一 只有我們斷 而且幾箱七根 這個紅色這一個 就是完全斷裂 像蛋糕一樣 羅茂跟螺酸整個斷裂 今年呢 和二場要碎修 平積的時候 發生一個六級地震 這麼大的 0.29級震動 所以呢 他們嚇壞了 趕快下去看 用眼睛就看到這一顆已經不行了 然後用超一波相去檢查 一檢查有七根有問題 然後他們告訴我說 一共120根 內外圈各60根 這七根全部在內 而且你看 這個斷裂的位置 相對應關係 這麼完美 這一根斷裂 對應過來 往左邊第三根壞掉 往右邊第三根壞掉 這一邊 往 對不起 往左邊第三根 再往左邊第二根壞掉 這邊呢 往右邊第三根 往右邊第二根壞掉 完美對應 完美對應 這個就是什麼 金屬疲勞 而二場 我跟他開協調會開了三次 到現在不肯承認這個是金屬疲勞 將錢說這個是水垂 他們停機之後裡面有水 壯擊 水垂效應絕對不會是這樣 被我們當場抓了 他到現在還說 為什麼 他如果承認接觸需要 就120根都要換 然後他們現在說 換六根就花了美金三百萬 然後呢 台幣獎金一億 結果我們從網路上查到 一根螺栓才五千塊 他換一根螺栓才一千六百萬 然後他現在就改口說 這個是核能級的螺栓 我去查了 根本沒有什麼核能級的螺栓 這個螺栓一顆三十二公斤重 沒有車螺紋摩掐打 才兩千五百萬 有車打的 有螺紋的 車螺紋的 才五千塊 連林中堯博士都說 好就算你要用在核電廠 你要非常仔細的去驗花的這個品質 也才多兩倍到三倍 好啦 換你三倍 一支螺栓一萬五千塊 換120根用多少錢 180萬 然後你就算說顧問費 被台企業公司敲詐 海削了我們 你換六根的顧問費 跟換120根的顧問費 都是一次顧問費啊 你為什麼一次不換120根呢 為什麼我們開始跟你argue的時候 你說這個是核能級的 我們這個要怎麼樣另外再做 現在被我們抓包了 他還是不肯承認 所以我意思是說 一定要有人喊 要把台電明英化 我不相信明英化 你敢去蓋核電廠 我不相信明英化換六根螺栓 要將近台幣一 沒有啊 這種廠長早就被換掉了 但是問題是 我們誰都換不掉 我連陳桂敏都換他不掉啊 武藏合哉之後 我質詢胡敦穎 我說 吳老師麵包師傅 去全世界參加麵包比賽 得世界冠軍 他過來接受 長官他說 他準備不是百分之一百 也不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他準備到百分之兩百 臉不同的氣候 不同的溫度 那個麵怎麼差效 這些他都因應了 我說 如果人家麵包比賽 都準備到百分之兩百 我們的核電廠 我要求你做到百分之一百安全 這個過分嗎 他說不過分 但是接下來問他說 好那院長 拜託你用身家性命 跟我保證 我們的核電廠百分之一百安全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 不冤 你知道嗎 然後他講話就講 故作沈沈莊 會約 我們連下個禮拜 我們會不會感冒 都不能夠保證 誰能保證這種事情呢 那我只好再利用其他時間 去問我們的經濟部長 是葉姐 他連回答都不敢回答 他請我們臺電的董事長 在他旁邊替他回答 臺電董事長被我問到 時間超過完 下來 按了鈴我也不肯下來 那既然我不能下 我不下去 他們也走不了 後來台電董事長陳貴明 就很小 那透過貨運企業 就放送出去了 他怎麼回答我 他說委員 我做的是發電事業 我無負責保證 他無負責保證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大家報告 這個禮拜 結束分 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原人會是教育文化委員會 排了一個核實捨派 非常長 我要求他們 至少要投保18兆台幣 全人會他們送進來 代表說最高賠償150億 各位大家算清楚了 150億除以我們全國人 每一個人如果發生了核災 每一個人滾兩百塊 買OK棒都不夠 那如果只債 只賠新北市登台北市 每一個人賠五千塊 你們連搬家費用都不夠 我要求18兆 絕對不為過 為什麼 因為公民事業總統可以影響 陳桂銘可以安坐董事長的寶座 連台電內部人都跟我講 他讓馬英九相信 只有陳桂銘有辦法把核資蓋下去 我們的核能政策 跟台電的公民化有很大的關係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為什麼18兆 18兆是最低消費的 我算給大家聽 去年福島核災之後 到了9月 日本內閣政府邀請公正第三者 評估福島核電廠20公里內 只有15萬人 兩年內要賠多少 日幣4.5兆月 台幣1.8兆 像歸人 其他土壤清除什麼都不算 像歸人而已 你健康檢查官 土匪医療什麼 1.8兆台幣 我們都知道 我們核一核二廠的周圍20公里內 這百萬人口起跳 福島的10倍 1.8乘以10是多少 18兆台幣 國民黨的委員看到我 我發財情一度成本 4500塊台幣 福島核災之後 我直詢陳慧琳總是他 我說你們還認為 核電一度電只有0.66元嗎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 他不敢說話 他連電了 他們還是堅持核電一度只有0.62元 所以我只好迫使我提出這個18兆的保險金 18兆還太低 因為日本政府提出來呢 他那個4.5兆日元的評估 被人家罵到臭頭 說他少算兩個0 如果這個按照那個少算兩個0 那這個就是要1.8兆兩個0就是180兆 不對臺幣 那乘以10兆要1800兆臺幣才對 所以我說18兆是最低消費的 對不起今天我們談的這個是電價的問題 這個也跟我們電價有關係 如果我們臺幣還要堅持我們的核電是基幹 那如果按照歐洲的算法一度電4500塊 我們乾脆全部都用太陽能 也不會比這個更貴吧 我這邊有一個總表 我跟臺電公司鬧了大半年才邀到的 所有的電廠的 電廠成本燃料成本折舊成本 我們把它換算了 你知道這裡面有一個一度電最貴的電廠呢 一度電算出來呢 205塊 一度電205塊喔 是誰 林口天然氣 馬鈴鐺 他就是剛剛王竹發老師講的那個尖峰副載 就是最後呢 我們夏天全國把電冷氣全部開到緊繃 水到緊繃 那個破表的那個最煎快樂 他只有那幾天那幾個鐘頭開機 但是整年要養一個廠 養一組人 所以他的營運成本一度電要205塊錢 我們的天然太陽能 第一年12塊吧 被這個梁啟源跟那個事業人講說太貴了 綠能政策的電廠還 12塊跟205塊哪一個貴 所以這就是剛剛方景一直問的 到底是綠能比較貴 還是我們台電發的電比較貴 那我覺得說 我也多正是這個油電雙長的福 我們環保團體 講了好幾年了 被載容量現在變熱門銀子了 以前怎麼講大家都不讓我聽 現在開始有人聽懂了 被載容量其實是什麼 負載管理 台電的負載管理出它為例 我們不是電廠的工 我們是管理的人先給農 那這個事實上也跟台電音樂是屬於波音 他就不怕 這還是一句話 再多不愁 他欠到超過一千多億的時候 他給你換說 他太超過他的資本了幾分級 都落幾個都了 然後總統院長就會壓著大家 說大家來掌架 事實上 站在環保團體節能檢測立場 我不是反對漲價 要合理 那告訴我們為什麼漲 那至少把台電拆成兩個子公司 如果台電不肯拆成兩個子公司 就讓它倒吧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根本沒有能源政策 我們的能源政策受制於台電中油 台電中油又受制於這兩個公會 為什麼他們有選票 他們組織起來 連我們總統請進去擔任董事長的王獨發 這位就我一掐出來 常務董事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幾次他一直在罵 民進黨執政聖禮說 如果我們可把王獨發請進去的能源經濟的學者 問你有用嗎 沒有用 根本待會也會崗位 所以我們台灣的能源政策是誰在控制的 是中油跟台電的公司在控制 以上是我的心得 謝謝 其實這幾天 那個 那個 從馬總統 從那個 非洲回來以後 那個 從非洲回來以後 然後他開辦幾件事情 第一個說他要把中油民化 然後 台電也有一些 拆或者是民化的方向的想法 那其實還蠻有趣的是 昨天大概就有一個 他是一個在 現在在念大三的一個學生 他看了以後 他長期關心環保的政策 他看了這個事情以後 其實就很擔心 然後就回來 父母 然後我就在討論 他覺得就是說 這確實 我覺得我們剛剛已經觸及到很多很 基本的問題了 就是說到底 比方說確實很多人在講 很多人在說 這個中油企業 如果他維持這個中油的狀態的時候 他服務那個臉 都很臭 然後服務態度很不好 然後成本不會精進 不會好好的去計算 那個 會很浪費 很誇張 很浪費錢 這個 那確實也有一些 比方像昨天這個學生 他來跟我們討論的時候 其實他那也很擔心 他覺得 如果民化的話 那就變成要交由 基督交由 我完全的市場的 這個經濟的機制 要來 就是要求台電怎麼做 就是說 台電長什麼樣子 經由一個市場機制來行做 可是今天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這個市場的機制呢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如果這個市場機制 掌握不在我們手上 那怎麼辦 那這裡面 他是不是會離我們所謂的民主 這個 留下而上的這個 會越來越遠 那其實也確實有很多人在 我覺得剛才其實討論裡面 已經觸及到很多這樣子 很 基本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我想 也不是現在才有 這可能是在台灣社會裡面 已經爭論了十幾二十年的老的問題 但是在這一次的郵鏈長架裡面 他觸發觸發的出來 那確實這是非常非常需要 比方說就民間團體的角度 不管你是贊成或反對 你的理據到底是什麼 你的出發點是什麼 要把那個立場給講清楚 那大家必須對這事情 是有更清楚的了解的情況這樣子 那現在的時間